接下來就是我們抗疫地線的時間了 我們要訊息連線給前台大幹科醫師 林氏璧 孔醫師你好 至於好 各位觀眾午安 孔醫師我想要請教 其實剛剛在新聞當中 其實我們聽到所謂 怎麼秘乳又有新的變種 雖然說這個冠狀變種的病毒 它變種其實本身 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狀況 但是為什麼這個秘乳變種 我們要特別注意它 是不是也會有可能 對全球造成威脅呢 至於我們我想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個題目 是變種病毒非常多 從我們去年12月英國變種病毒 現在我們其實WHO是用這個希臘文的字母 來稱之它 Alpha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重要的 Alpha Beta Gamma還有Delta 還有今天提到的Lambda 好像越來越重要 那可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這些新聞很多 大大小小的消息很多 可是一個變種病毒 新冠冠狀病毒的變種病毒 到底重不重要 我們可以看幾件事情 那第一個 它到底會不會傳染力比較高 第二個 它會不會重症 然後死亡的比例比較高 第三個 它會不會影響我們現有的 使用的藥物的效果 包括單株抗體 那包括了我們用疫苗來預防它 它會不會疫苗比較沒有效 這大概是最重要的 重中之重 那還有一個跟我們檢測它有關係的 它會不會突變到 我們用PCR去偵測它 我們用核酸偵測它 可是因為它序列改變了 所以我們結果會漏掉它 以上這所有我剛剛問的問題 都是在探討一個變種病毒重不重要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還有最後一個 它會不會變成一個主要流行株 假如它很快的 在一定的時間內 取代掉原本在社區裡流行的 前面那一株 那它肯定重要 因為它佔了優勢 它會取代掉別人 像英國去年12月就是看到這個現象 它取代掉了從歐洲出來的D614G 大概只花了三個月 就變成了倫敦地區 東南英國非常主要的流行株 而後來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了 它擴展到了全世界 包括台灣 現在都是Alpha為主 所以我們回頭看一下Alpha Alpha我們 他出來比較久了 所以我們很理解他 我剛剛說的那些事情 幾乎都有答案了 就是我們知道Alpha 幾乎沒有影響到 他對疫苗的效力 那這個我們可以放心 有很多 不管是實驗室 或是臨床試驗上 現實生活施打上 都有很多證據了 那可是請注意 這個是經過了好幾個月的研究之後 我們才有答案 所以這幾個月我有發現 就是變種病毒變成一個新聞上 非常熱門的 就東出一個 西出一個 你可能也聽過什麼 加州 菲律賓變種病毒 印度變種病毒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也有三個 大家大概記得這些新聞 那可是最後 最後會留下來告訴我們 重要的變種病毒 其實目前就是這四個 那Landa還不太確定它的重要性 那這些其實都是需要比較長期 大量的資料 的研究出來 我們才能回答大家這些答案 所以你現在問我Landa怎麼樣 起碼到我前天查資料的時候 Landa的資料還不是非常的確定 就是它到底傳染力 也許比較強 可是它到底致死率 對疫苗的效力 這些都莫中一事 我們可能還要等一兩個月 那最近比較紅 又比較有答案的 那大家討論熱點 當然就是Delta 印度變種病毒 那剛剛有看到 令人擔心的韓國的狀況 那我覺得 我們非常值得參考 韓國的狀況 因為這給我們一個歧視 韓國這前一陣子 其實控制疫情控制的不錯 那他們打的疫苗 其實跟我們也像 我們是前面打了很多韓廠的AZ 那我們現在也有 他們有BNT 我們打莫德納差不多 那可是注意 我們現在開始 大家都說疫情好像比較消退 我有注意到 因此大家打疫苗的那個急迫性 就沒有那麼高了 那跟香港也一樣 跟前一陣子的韓國也一樣 我有點擔心 你看韓國說爆發就爆發 Delta來了 所以羅一軍副署長 前一陣子 我很喜歡他說的一句話 他說病毒不會等我們 把疫苗打好了之後 才開始爆發群聚 他不會等我們的 我覺得Delta 雖然我們這次屏東看起來 把它控制下來了 我覺得很棒 那可是我想 他總有一天會進來的 他還會來的 或是他在社區裡 也許有一個隱形傳染鏈 有個尾巴 他會繼續 總有一天會來的 所以我們要為那天做準備 因此 我對韓國其實覺得很重要的是 韓國也是從老人開始打 往下打 那他們的老人家 60歲以上老人家 其實施打率非常高 我看有一個數字 應該是超過八成的老人家都打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很仔細的觀察 韓國 英國 美國 以色列 這些Delta發生的事情 他們的老人家 這些容易重症的人 會不會因為疫苗 已經施打的差不多 結果不會看到 非常多的重症跟死亡 因為其實英國的大量資料 已經告訴我們 不管是AZ或是BNT 對於大家文資色變的 這個Delta還是有效的 特別是防止重症 他也許不能防止你感染 那還是得病嘛 還是會確診 可是問題是 你就大幅減少這些人重症 住院跟死亡的風險 這是我們這一波韓國的疫情 要非常密切觀察的 那孔醫師我其實蠻好奇的說 其實我們講說所謂的變種病毒 這麼多一次一次 不同的變種出來 你可以發現到 其實症狀跟大家感受上的 似乎不太一樣 從一開始我們說的 新冠肺炎好像都是一個 包括你流鼻水 呼吸道症狀 甚至有可能未嗅覺喪失 到後來的Delta 大家發現說兩痛一水 好像才是所謂的這個症狀 可以幫助你自己去發現說 我好像身體怪怪的 但是現在這麼多的變種病毒 當然它反映出來的表徵 可能不太一樣 再加上其實馬上 7月12號之後 台灣要微解封了 那我們到底一般民眾該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樣做 才可以讓自己 處在一個 因為好像變種病毒 都來得不知不覺的感覺 到底該怎麼做 而且我們可以從英國的觀念 還有新加坡一些相關的措施 怎麼樣來做學習呢 怎麼學著跟所謂的 在台灣是不是也要跟 所謂的病毒共存的呢 首先我要先講你剛剛說的症狀 這個症狀其實真的要靠大型資料 我們才能得到答案 那你剛剛說的這個秀味覺改變 是從去年的歐洲這株 D614G才開始的 這很有趣的現象 在一開始的武漢株反而沒有 那這個東西一直維持到 英國變種病毒還是這樣 秀味覺的比例算高 可是在Delta出現之後 我們發現 它的秀味覺的比例 變低了 那反而回到以流鼻水為主 那頭痛 但有一些在英國的研究好像比較多 那這跟人種也許有關係 因為那個張上淳老師 在記者會上曾經引用新加坡的資料 新加坡看起來 他們收治 因為比較嚴重的渡院 Delta跟Alpha相比 好像症狀就沒有差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這跟人種 也許也有關係 那可是要注意的就是秀味覺 秀味覺假如出現的話 要很小心試 可是沒有的話也不能說不是 它其實跟一般的感冒 是幾乎無法分辨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得 那再來是我們12號以後 所謂要微解封了 我們民眾要注意什麼 我覺得大家的心態要對 至於記不記得我們去年六月 經歷了四個潛伏期 清零好幾天 56天 然後我們說 我們還拿西瓜出來 我們要解封了 好 現在跟那個時候 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那個時候是我們只有11個 那個社區清得乾乾淨淨的 清了56天都零 我們真的是解封 我們覺得境內非常安全 可是現在完全不是這種狀態 現在是我們經歷了一個 以雙北為主的社區爆發的感染 那現在很明顯社區應該還是有案例的 特別是雙北 然後其實大家知道臺灣是一日生活圈 他其實一下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連屏東都可以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下禮拜的這一種 我覺得你稱它為微解封 OK 我覺得比較像降級 我們不是三級 你可能只是降到2.5級 二級 大家心態要對 我們還是在一個隨時有可能社區流行的狀態 那跟英國19號的解封也不一樣 這是不同疫情流行階段 他們是疫苗已經打到一定的程度 他們希望可以最後收尾 恢復一定的正常生活 我們不是 我們是中場休息 我們還沒打完 我們現在疫苗才剛打到11% 我們離英國打的六七八十的這種還遠 所以我們要隨時面對 我們跟韓國比較像 他隨時還會來 可是我們總不能這樣一直鎖下去 我們要在經濟跟防疫之間 抓到平衡 所以我覺得民眾的自覺非常重要 剛剛Boris Johnson也說民眾要自覺 這裡是一樣的 那可是我們不能如英國這麼瀟灑 因為我們明顯 疫苗覆蓋率還不夠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接下來 我們跟之前爆發前不一樣的是 現在篩檢量能增加了 PCR已經到每天可以做12萬 你去檢測 很快就可以在健保快一通 看到你的結果 然後也有居家快篩 我們現在跟全世界已經進入社區感染的國家 很像 大量的篩檢 你要把所有的案例盡量抓出來 一旦抓出來 你要有意識 跟英國一樣 你不要傳給別人 你待在家裡 趕快去就醫 那一有風吹早洞 趕快把這些案例就攔住 才能讓我們在維持經濟活動的同時 可是不至於大爆發 那是真的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的 那我覺得就是要保持這種警覺 那絕對不要像 我聽到一個消息 其實我還蠻擔心的 聽說7月13號到整個暑假 有一些風景區的房都 都爆滿了 我們現在不能跟去年6月一樣 報復性旅遊 已經完全是不同的狀況了 大家要有心理自覺 我覺得你可以去旅遊 可是你盡量去一些人比較少的地方 這個我不反對 總不能一直悶著 可是大家心態真的要對 我們要 我們還是在頂多也許是二級 回到二級 跟去年的解封不一樣 那大家要做好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 好 我們在今天也非常謝謝 林氏碧孔醫師 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謝謝您今天影片的意見